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Bikers 今天要分享剩下三个东西给你们 对拉花是非常重要的 油脂多 颜色深 流动性高 而油脂少 颜色浅 流动性低 好 那如果你要好的咖啡油脂的话 总共有三点 一个Double Shop 第二个 新鲜的咖啡豆 第三 深烘焙的咖啡 那油脂呢 通常会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油脂很薄 这种属于不新鲜的咖啡 第二种 油脂很滑的 这种属于深焙咖啡 第三种 油脂是属于很干很硬的 这种是属于非常非常新鲜的咖啡 如果真的真的 你没有新鲜的咖啡 你没有深烘焙咖啡的话 你可以利用增加咖啡粉量 来增加你咖啡油脂 对拉花是非常重要的 它影响到你在拉花的流动性 然后成品的表面光泽 还有顾客喝的时候的咖啡口感 这里有两个对比 大家对比颜色 还有性鲜的稳定 右边呢 就是奶泡太薄所造成的 那要如何解决 就是要让你的奶泡稳定 所以钢杯呢 在打牛奶之间总共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呢 是整个钢杯倾斜的 你会看到它皮股这里跑出来 另外一个是打直 可是我们把钢杯原本从这个角度 我们把它放去旁边 看到吗 它整个握的杯子在旁边 原本是在这里的 所以两个的都可以造成一样的效果 你用的角度呢 我会用打斜一点的角度 放进去 然后打开 2秒取飘 放在这边 转转 温度到达 奶泡的包子呢 是一只手指 而关于奶泡的视频呢 我现在是会做一期视频 系统性的 教大家如何打奶泡 第二个呢 就是角度 角度的话 我们有90度 还有45度 45度我们那样的融合 我们到飞口的慢度 然后开始下去 然后开始拉滑 这样子我可以确保我的流动性 是最好的 左边偏高 右边靠近咖啡表面 当钢杯偏高时 线条不会直接出来 还会霧霧的 所以杯子一直保持45度 如果我没有办法量角度的话 我教你这样拒绝 你杯子融合自己心里面默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停 就开始拉滑 也可以 通常呢 不喝在咖啡中呢 都可以喝到咖啡时的个性 而我的个性是 哈哈哈哈哈哈